大家好,欢迎收看China Time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中国的企业文化和中国人怎么看待韩国的企业文化 那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进军中国市场 所以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是怎么看待韩国企业文化的 就是印象最深觉得中韩企业文化的差异吧 就感觉给我的印象很深 就包括我们这边可能有如果我们的领导或者是社长后来 我们有聚餐韩国人聚餐特别多 然后相对的喝酒的机会也比较多 所以这点也是属于韩国企业文化之一嘛 所以这点是和我以前的实习的中国公司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在那种公司工作的话 大家还是比较独立一个个体 不会大家非常亲像家人那种感觉 但是韩国企业的话好像特别有那种比较温馨的感觉 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 刚才我们听到这位中国员工说韩国企业的氛围呢 非常的亲切 大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那但是还有一点中国和韩国不同的是 韩国企业里面呀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会餐 但是中国呢可能就会稍微少一些 还有一点就是韩国企业的 有些韩国企业的上下级的关系非常的明确 但是在中国企业呢就是不会那么的明显 你们问了吗